这是1996年的河南省伊川县的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真实画面 其中女人大名张群香已经37岁 同时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而男的叫田智莉仅仅只有24岁 然而偏偏是这一男一女犯下了远远比一千多年前的古人 还要恶劣发指的案件 以至于连围观的老式村民都实在忍不住 想要上去狠狠地教训两人一番 如果不是现场的民警及时制止 估计这两人很有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接下来便让我们看一看张群香对第一任丈夫田人娃的变态行为 时间回到1991年前后 此时张群香的丈夫还是一个叫田人娃的男子 并且已经和田人娃生下了三个孩子 可就在这晚一个穿着红色背心叫田智莉的男子 趁着田人娃出车的期间突然敲响了张群香的房门 面对田智莉的敲门而入 张群香非但没有感到吃惊 反而还热情地邀请田智莉到家里坐一坐 似乎在他的概念里根本就没有避嫌这两个字 正所谓来者不善心怀鬼胎 恰恰说的就是田智莉这种人 嫂子你给家赶啥 看连事 看连事 啥好连事 那啥好连事 我啥好连事 你咋还不睡啊 我睡不着呀 在家里边 真是什么意思 嫂子 你该说没意思 那你搁哪边 给你整个芡 你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好不热乎 同时田智莉的神态和动作也变得极其不自然 甚至屁股还有意识地往旁边靠了靠 这一切张群香自然是看在眼里 不过他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这无疑给了田智莉更多的暗示 紧接着张群香开始夸夸自弹 向田智莉炫耀起 即使在整个镇子里 自己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并间接地表达了对丈夫田人娃 以及对整天待在这个小山沟里的不满 谁料正是这些话 让别有用心的田智莉趁机而入 这一晚田智莉不费吹灰之力 便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看到这里 大家心里或许会有一些疑问 在寒瓦村算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张群香 为何甘愿与村子里最穷 连茅草屋都没有的田智莉勾搭成奸 看完下面这段村民对张群香的看法 或许就能知道张群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按照寒瓦村村民的话来说 张群香平时在家里好吃懒做 以前在娘家做女儿的时候就经常有些闲话 娘家一个村 现在又是一个村 到破家以后是放忙的 这便是真实的张群香 几乎没有一个村民认为她好 反而都是觉得丈夫田人娃老实肯干 几年的时间里 就让家人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 还攒下了一万六千多块钱 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自从有了第一次后 张群香和田智莉变得越来越疯狂 一旦拼死拼活 为家里赚钱的田人娃外出出车赚钱 田智莉则会趁着夜色敲摸地来到张群香的家里 一起看电视 俗话说 在后的纸终归包不住火 事情总有败露的那一天 然而身为受害者的田人娃 万万不会想到妻子张群香 竟会用这种比潘金莲还要残忍的方式来对待她 就在这天晚上 本来已经外出的田人娃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她用手电筒看见了作为男人这一生中 最不愿看见且面对的一幕 哥 吃力 半夜三更你点干啥 哥 我跟骚子说事了 说事了 怎么开灯啊 或许田智莉也曾试图自欺欺人 可是看见这铁一般的事实又怎么刻意视而不见 终于一向温柔的田人娃爆发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 田人娃所谓的爆发 也仅仅是想把自己的妻子张群香拉回家里 谁料田智莉却死死地在后面抱着田人娃 似乎田人娃拉走的张群香是她妻子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田智莉竟然还一把甩开了田人娃 这可真是当贼的比捉贼的都硬气 就这样田人娃气愤的只能自己回到房间里 留下这一男一女站在院子里 这时张群香连推待喊的要求田智莉赶紧走 毕竟丈夫田人娃没有当场打闹起来 已经是退了一步 可田智莉居然死活都不走 非要像狗皮膏药一样赖在院子里 这真是胆大妄为厚颜无耻到极致 就在这时田人娃打开房门 再次要求妻子张群香赶紧回房间 说完便把门关上了 由此可见 田人娃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脾气 即使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 田智莉依然不走 直接坐在了院子里 仿佛要打一场持久战 而房间里 田人娃躺在床上 一个劲地直叹气 她做梦都不会料到 身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妻子 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反观张群香的眼神里 全是心机 丝毫没有愧疚在里面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 既能花丈夫的钱 又能和田智立在一起 张群香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人 这一刻的她 选择了慢慢向丈夫床边靠近 然后蹲下来给丈夫拖鞋 想以此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田人娃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气头上的她 直接用腿踢开了张群香 但被踢倒的张群香 却说了这样一番 让人瞠目结舌的话 你个臭表怜了你 我母想到 你给家今半成这种事 我整天给外套忙来忙去 挣钱要我呢 你给家半成这种事 你说 你说 你说你表怜 说了 你忘了 快说 你说你不要怜 你说不说 我不要怜 此话一出 深深刺痛了田人娃的内心 他终于还是没忍住 再一次将妻子张群香 踢翻在地 同时带给这个男人的 也是巨大的屈辱和痛苦 他唯一能做的 似乎就只有眼面痛哭 可就在这时 张群香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的大翻转 他不再伪装 讲出了这样一番 让人瞠目结舌的话 在张群香看来 自己是整个寒娃村 乃至镇上最漂亮的女人 嫁给田人娃 实在是太过委屈了 甚至还劝说田人娃 不要太过认真 这样糊里糊涂过着 也是挺好的 并且三个孩子都这么大了 作为丈夫的田人娃 也算是占了大便宜 很显然 这些话让田人娃 更为恼怒 他没想到妻子张群香 竟然还有这么 不为人知的一面 说完这些话以后 张群香像若无其事一样 准备拉铺盖卷睡觉 而一向老实的田人娃 在思考许久之后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完全没有 再继续过下去的必要 立即散伙 谁料张群香 却态度坚定地表示 绝对不理 但田人娃似乎决心已定 不仅要散伙 而且还要将张群香 做的丑事 告诉给他的娘家人 听到这话 一向不害怕的张群香 慢慢地有点慌了 他反问田人娃 为什么就不能原谅这一次 万一真的散伙 作为女人的她 脸面又往哪里放呢 恰恰是田人娃这句 含有太多无奈的话 使张群香动了杀心 此日一早 张群香推开房门 发现田智利 竟然还在自家的院子里 于是急忙跑到跟前 劝说她赶紧走 因为张群香清楚地知道 丈夫田人娃 是在给他俩找台阶下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田智利似乎吃定了田人娃 不管张群香如何劝说 就是死活不走 非要和田人娃争个高低 也就在这时 田人娃再次看到了 两人在一起 鬼鬼祟祟的一幕 这明摆着 就是欺人太甚 为此愤怒至极的田人娃 强行拉着张群香 就要往民政局走去 结果又遭到了 田智利的横家阻拦 同时田智利还跪在地上 假惺惺地祈求着田人娃 原谅他们这一次 就这样 田人娃再次心软了 只能抱着头 愤怒地返回房间里 可是她刚一转身 田智利和张群香 就立马换成了 另一幅面孔 心狠手辣的张群香 向田智利表示 绝对不能让田人娃 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否则 他们就会成为 村子里人人唾弃的对象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田智利却在这时 说了一句 没羞没臊的话 你给了离婚 你嫁给我吧 嫁给一 你嫁那几天破房子 自己也养我不住了 好吃懒做的张群香 怎么可能愿意 嫁给一个连房子 都没有的田智利 正当两人商量着 到底该如何办的时候 一直躲在屋子里的田人娃 走出了房间 她用一种 不硬不软的语气 告诉两人 自己现在出去买盒烟 等回来再算总账 趁田人娃买烟的期间 两人站在一起 当即商量起来 张群香清楚地知道 田人娃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而田智利却说了一句致命的话 正所谓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田智利的这句话 或许是无意 但张群香当真了 从其歹毒的眼神 可以看出来 她已经下定决心 要这么做 当得知张群香的真实想法后 田智利明显地害怕了 她压根 就没有想过这么做 刚才的那句 顶多是嘴炮而已 恰在这时 田人娃外出买烟回来了 她狠狠地瞪了张群香一眼 很显然 田人娃清楚地听到了 张群香说的这几句话 可是她却根本没有当一回事 更是没有做出任何防备 或许天真的田人娃以为 即使在不计 身为妻子的张群香 也不可能会真的杀了自己 但是她到死的那一刻 都不会相信 张群香不仅这样说了 而且还真的打算 和田智利这样做 就这样 没有任何戒备心的田人娃 被妻子张群香和田智利 活活勒死在自家的屋子里 然而这个悲剧 还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悲剧 又发生在了田人娃的女儿 田丹丹的身上 而身为母亲的张群香 更是做了一件 令人极其发指的事情 自从田人娃被悄悄杀害后 为了不被人发现 张群香多次对外谎称 丈夫去外地打工 而且还专门雇人 在广州写了一封家信寄过来 以此来蒙蔽 田人娃的家里人 所有的人都以为 田人娃是去广州 做生意去了 甚至在某一天 张群香还做了这么一件 装神弄鬼的事情来 欺骗所有人 蔗天张群香拿着一个 装满水的红色水瓢 突然大笑不止 你咋了 田人 田人 你咋了 叔叔 为什么 你咋了 咋了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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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咋面下了 他们把我害了 咋到啥地方 你咋出去 我去的时候都出去了 坐到上家狗 我父亲包奖 窃车的去罗阳了 回来的路上碰了一群人 他们把我打死了 把我拉到伞下了 那也不救我了 我老哥 给我咬口水喝吧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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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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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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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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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的议论中听说 有一个小女孩 遭到了学校老师的不轨行为 伊川县公安局局长 在得知此事后 十分重视 本真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原则 要求派出所 立即展开调查 果然从寒娃村村长这里得知 确实有这么一件事情 受害的小女孩 正是田人娃和张群香的女儿田丹丹 但让警方愤怒的是 面对询问和调查 张群香却一直在逃避 拾口否认这一切 并急忙拉着女儿回到了家里 不过次日一早 警方还是从田丹丹这里确认 行凶者正式继父田智利 至此 警方果断决定 对其实施抓捕 然而 让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当得知田智利被抓后 张群香非但不高兴 反而对女儿田丹丹 又打又骂 仿佛这个女儿 不是亲生的一般 如果不是邻居听到动静后 及时制止 女儿田丹丹 还不知道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恰恰是张群香这些 极其反常的行为 让一川县公安局局长断定 她与田智利的关系 早已超越了夫妻 又到底是什么能让张群香 完全不顾女儿的死活 死死地护着田智利 由此 警方联想到了五年前 突然失踪的田人娃 并对该案即刻展开了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线索 和越来越多的疑点 浮现在侦察人员的面前 这是警方第一次 因为田人娃的案件 审讯田智利 起初 田智利对该案是矢口否认 声称根本没有杀害田人娃 可就在这时 侦察人员用了一个 极其绝妙的高招 那就是让田智利 把田人娃的名字 写在地上写二十遍 第一个二十遍 田智利写得还是比较淡定 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惊慌 接下来 警方要求她 继续写第二个二十遍 这一次的二十遍 田智利明显有点焦躁不安 总是时不时地 抬头观察着前面的审讯人员 同时 她写字的手 开始有些抖动 明显心态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接下来便是第三个二十遍 这一次 田智利明显变得惊恐和慌张不安 脸上出现了大量的虚憾 正所谓做贼心虚 看着地上写得满满当当的田人娃 这三个字 田智利顿时跪在地上 声称自己有罪 她交代了自己伙同张群香 杀害田人娃的事实 并表示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受张群香指使 但张群香却表示 这一切都是田智利杀害的田人娃 她对此根本不知情 只是在事后 火同田智利将尸体扔到了127米深的废机井里 这是1996年 警方搀扶着田智利指认抛尸现场的真实画面 这是1996年 警方带着张群香指认抛尸现场的真实画面 张群香指认抛尸地点 与田智利指认抛尸地点完全一致 就在警员准备带其返回的时候 围观的善良村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得知真相的田人娃家属更是嚎啕大哭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亲人田人娃竟在五年前就被张群香和田智利杀害了 然而每个凶杀案必须要见到尸体才算是完整的结案 这也意味着警方要在127米深的机井里打捞出尸体 同时警方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万一田人娃的尸体不在废机井里又该怎么办 就这样挖掘工作正式开始 谁料就在挖掘的第四天 井下出现了大量的塌方 使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再继续作业 为此警方又专门找来水利局局长到达现场指示作业 在专业水利局局长的指挥下 挖掘工作又开始了 经过数天的打捞 警方确实打捞到了一具白骨 不过据法医检验这是属于动物的骨头 直到这时张群香还在大喊着冤枉 或许在这个女人看来没有什么是比自己的自私更重要 我冤枉了 我冤枉了 人根本不是我傻了 是天智里傻了 我也不知道他把实际人到哪儿了 你为什么说把他人闹进来 我恨天智里傻了 他把他家的孩子还是这样了 把男人害了 他把他鬼子也害了 我 我瞬间瞎说了 要说最冤枉的自然是田人娃 他原本的妻子被田智利毁了 没想到就连女儿都没有逃过田智利的魔爪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因为张群香的自私自利导致家破人亡 几天以后警方终于在废机井里挖到了证据 田人娃的白骨和田人娃被害时身上所穿的衣服 毫无疑问等待两人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 1996年9月6日 这两人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欢迎 请不吝点赞支持一下